你该种什么树就清楚了 如果是这样的环境旁边假设是根据的话 在富裕的时候我再强调它不是种好跟种满 有一种我们刚刚讲说 我第一天介绍的是叫做树枣的富裕的方式 它是一个因为经过农业使用很久了 它完全没有种源或者种源很少 在我们大渡山就要进行叫树枣的方式 提供种子的来源 那我也跟大家提过泰国清卖大学他们在推动 他们要进行天然领的富裕 在那个操作手册里面 他们也提到一个叫做骨干树种的富裕 也就是说当你种源是够的时候 但是呢你的环境 你的环境怎么样让它 我们刚刚讲说因为大家各个国家都在测试说 什么样的方式 因地制宜的方式可以让森林回来的比较快 其中泰国清卖大学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法 叫骨干树种的富裕法 我们刚刚看到了几个长在第一贯层的大树 关键的树 它也就是说你周边的森林不会离很远 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根地 或者是檳榔园 不会离旁边的原始林很远 但是呢或果园 但是你要富裕的时候 你就特别找这种优势的第一层的树冠 的树种 然后呢你就在你的果园上面 不是种的时候呢就不是像我们叫做要提供种源 我们是要改变环境 改变环境 所以呢在那个山坡地上就出现了一个叫骨干树种的富裕法 就当我了解之后 譬如说我在这边种了大树南 种了林果龙 我就种了这几种 它马上就可以长大的 当它一长大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果园里面 废弃的果园或檳榔园种下去之后 它的叶子树冠一打开的时候 下面的环境就会因为大叶南跟林果龙 还有菲律宾龙这几个大树 它就改变了这下面的环境 原本是你在开垢的这些耕耕的地方 环境因为这几棵树改变了 因为这几棵树的改变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下来的时候 太阳的照射是很热的 但是到森林里面环境是不一样的 它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就因为这几棵大树 它改变了棲地的围环境 就改变了这些物种 它其实可以透过刚刚的动物或鸟或蜂 它的种子事实上是有机会进来的 只是因为环境没有达到它可以发芽的条件 所以当我们的几棵大树起来之后 就会让这下面的环境 成为这些自然森林里面的种子 它有发芽条件的条件已经被我们建立了 当这个条件建立的时候呢 其他的物种就会因为这几棵大树就回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森林的富裕 它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 不是经济造林 所以呢要用一个最事半功倍的方式 如果讲的这个森林富裕 我们讲除了1%之外是很轻松 我明明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山坡地要富裕 但是我只要1%的种源 它就有机会就长回99%哦 第二个我也不用 如果说我离森林还很近 它种源是足够的 但是它要长起来草都长得比较快 我要讲的是很多的废根地它旁边虽然是自然的森林 但是你会发现它废根掉之后一直一直呈现在草原 芒草的环境下 这个芒草的环境哦 在废根的这种山坡地上面 它的芒草它会盘踞很久 会盘踞少折20年多会多到50年哦 芒草很强的 它会盘踞很久 但是不是说它不会变成森林 而是时间会拉很久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一块 这个地方废根了 废根之后呢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让这个废根的地方 能够森林可以加速掩涕 它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它周边已经有森林了 它种子明明可以进来 但是它的困难在哪里 芒草 它的困难是芒草 它要跟芒草竞争 它的种子进来 它小苗进来 它是有办法进来 它是芒草很多 所以呢 我们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废根的环境下 我们种上了几棵大树的小苗 我只要维护这几棵大树 让这棵大树照顾两三年 它只要比芒草高 你就不用照顾它了 它只要比芒草高 它就可以冲上去了 它一冲上去之后 它把阳光遮住的时候 芒草就全部都退掉了 芒草一退掉的时候 其它的种子进来 全部都发芽了 森林十年回来了 就是在泰国 它们在操作的方式是这样子 森林就这样回来 那也不用让你每天很辛苦 要去像种经济什么硝难 你要拼命去帮它除草 没有就是在森林的富裕 其实是有这几个 这个就是一个叫做富裕的蓝土的概念 但是不是所有的高山基地 都要种这些树 而是我们要经过什么 经过盘检 经过调查 如果说你的小小的心愿 就是在你自己的山坡地上面 你的范围不是很大 那操作就更容易了 因为小马要操作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需要花比较多的力气 但是如果说你的自己的范围 你自己的农场 你自己的住家 你在操作的时候 只要是方向跟观念是对的时候 以前的你做富裕的蓝土的时候 我相信都会做得很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 每四个人一组 我们就进到样区里面 好吧 我们自己四个人